今年南區青少棒選拔賽 一共有南部七線式的球隊參加 要一連比賽七天,每天比賽三場 節目典禮由台南市市長張立堂主持 首先,全體是向總統蔣公一項行三區公里 跟著默埃三分鐘,然後球員宣示以後 就展開了第一場比賽 本公司也做了實況轉播的錄影 今天第一場比賽由台南市對屏東線 這兩個隊的實力不相上下,打得非常激烈而精彩 結果屏東線以2A比0獲勝 今天全天三場比賽中一共集出四支全雷打